近日美国媒体披露了一份让特朗普很高兴的文件 这份文件是一份备忘录来自特朗普所属的美国共和党 其内容是让共和党的成员不要再给特朗普进行辩护了 而是要集中火力攻击中国 从最初披露了这份备忘录的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的报道来看 该文件总共57页 其主要内容是指导共和党的政客们如何迎下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同期举行的参议院改选 但尴尬的是这份备忘录除了让共和党竞选美国国会参议院席位的政客们拼命栽赃中国隐瞒疫情 拼命要把美国民主党说成私通中国 还提醒共和党的竞选者们不要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辩护 别为特朗普辩解住了他的中国旅行禁令要攻击中国 这份备忘录写道 结果在这份文件被媒体披露后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就很不高兴了 毕竟在外人看来这等于是在说共和党对于特朗普在疫情上的一些言行已经不满了 似乎是想与他划清界限 于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相关人员连忙对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做出了表态 据Politico网站的后续报道 他们一方面警告说任何想和特朗普划清界限的共和党政客 都不会得到在共和党的选民中声望很高的特朗普的支持 另一方面则澄清说这个措辞欠妥的备忘录 其实并不是让共和党和特朗普划清界限 也并不是不建议他们为特朗普辩护 只是让他们要把更多精力放在攻击中国上 但不论特朗普与共和党之间是否出现了嫌隙 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 这份备忘录都显示攻击中国 栽桑污蔑我们 已经成为共和党以及特朗普团队 在这个大选年的主要竞选策略 Politico的报道也指出 由特朗普的顾问认为攻击中国 是提升特朗普民调表现最有效的方式 这也就说明这场美国的政客 为了他们的政治司令而对我们发起的舆论战 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会愈演愈烈 手段也会愈发无赖 我们既要有力缓击 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